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前段时间在和朋友聊起抗日战争的时候 他向我表达了一个这样的观点 抗日战争是因为毛主席的代理 才使我们走向胜利 认为国民党军队是确战的代表 抗日战场全靠八路军在支撑 我当时听完没有反驳 后来深思觉得这观点虽然有事偏颇 但不能全怪他 因为现如今虽然主流上已经认可了国军在抗战中的贡献 但在民间还是多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 很多电影电视剧经常出现八路军在前面浴血奋战 国军却在后面当后援高高在上的场景 所以我们该如何理性来认识抗战胜利 正确理清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扮演的角色呢 本期视频真实军就和大家聊一聊 14年抗日战争我们到底该如何去正确看待 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历时14年的抗战战争取得了胜利 抗战胜利后的主题本因是 一致战争创伤重建家园建设新中国 可国共两党在关于建什么国如何建国 即能否建成各政党联合政府重大原则问题上为达成共识 从而由政治分歧激化矛盾转入了全面的内战 也是由于双方在意识形态下的对抗 让国共两党在曾经团结抗日的这一问题上 产生了极为对立的观点 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在敌后由而不羁 趁抗战抢占地盘发展自己的力量 共产党则认为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实施不抵抗主义和片面抗战路线 导致丢失了大片国土 双方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 虽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新次军和日军进行了上千次的大型战斗 而国民党只跟你谈正面战场 不认可你的那些战斗 甚至有些军队连编制都不认可 共产党则强调 抗战战场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 强调全面抗战路线和敌后战场的主体作用 这种严重的分歧 从解放战争后乃至如今 在海峡两岸的宣传中产生了两幅完全不同的抗战场景 我们的历史教材中 关于正面战场的记录 顶多有七七卢国小事变 九一八事变 八一三松户会战和台庄大捷 及武汉会战以后的几个重大战役 虽然多数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但对于国民党官兵 浴血抗战英勇牺牲的爱国精神这方面内容 并没有得到详细的提及 相反我们今年这一代 只知道从小变熟知的地道战 地雷战 铁道游击队 敌后武功队 小兵张嘎等等 如果我们从胜为王 拜为寇的视角分析 这种宣传是可以理解的 但从客观的抗战贡献上来讲 似乎对国军兄弟又有些不公 1985年改革开放潮流席卷全国 为了纪念抗战战胜利40周年 中央宣传部发出了一个文件 这里摘抄一段话 抗战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 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 工农商学兵海外华人怀侨 共同进行的一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 这份文件的发出代表着 这是大陆自抗战胜利以来 首次官方正面承认国民党的抗战贡献 文件中明确指出 为抗日战争殉国而献出生命的国民党官兵 都值得我们纪念 第二年由广西电影制片场拍摄的 《雪战台日装》 也是第一部以国军为主角的抗日题材影片 在大陆上映 身在台湾的蒋经国和宋美龄看到电影后 不禁感叹 大陆方面终于承认我们抗战了 而这份文件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人们对于民国时期 国民党军政人物的评书判断 最典型的就是当时的领袖蒋介石 长期以来都是被人民戴着 人民公敌 国贼 资本主义在中国总代表这一系列的帽子 也就是1985年以后 对于老蒋才慢慢的给予了客观的真实评价 那些不恰当的帽子才慢慢摘掉 这一时期的认可 我们客观上来讲 只是承认了国民党抗战的事实 但在自流号外 还是存在着我主公你辅助的意思在里面 到了2005年9月 在纪念抗疫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 关于国民党在抗疫战争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做出了正面肯定 这对进一步全面开展抗疫战争史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换句话来说 国军从过去人人唾弃的形象 逐渐上升到了抗疫英雄这个层次 其实讲到这 可能会有朋友对于我在本期视频上的内容 多少有些不认同 认为我这是在为老蒋洗白 为国民党洗白 在此声明一点 真实军仅仅只是想通过这些内容 改变大家对于在抗疫战争上的刻板印象 在思想全面开放的今天 能对我们曾经这段民族战争 有个正确清晰的认识 因为曾经无论是八路军 行刺军还是国军 当他们浑身是血 举着大刀 向日本鬼子冲锋的时候 他们心里所想的 并不是我是国民党 还是共产党 而是简单的一句话 我是一个中国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真实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 加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